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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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斗师傅进行了严厉批评 最后在警察的协调下 双方达成了谅解 斗师傅载着张先生一行三人前往应天大街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刚才报道里边张先生的朋友说 我是第一次到南京 当然了 司机想多挣点钱 拉个客人跑得远一点 这能理解 但是你也不能看人家跑得近 在起步驾里边就聚载 除了职业道德要遵守 我觉得一个城市 它的形象得靠每一个人都去自觉地维护它